为了建构社区互助网络及增进社区动能 台东县政府于7月17号下午 办理社区培力育成中心创新训练 来经过这么多小时几十小时的训练 来拿到这个结业证书非常的不容易 未来您就是社区的平台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合作 互相协力来把我们的社区经营得更好 然后清林县长在课程前 特别为33位取得第五届社区经理人 初阶证书的学员受证 并为台东县112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绩效组织获奖社区颁发红榜及奖励金 总奖金高达46万元 其中大五乡上午社区 是今年度县评鉴唯一优等的社区单位 也将是台东县未来辅导参赛全国 金卓越社区选拔的种子社区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